我觉得过去一年的挑战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在509花了一天换了政权 那么这个是一个60亿年的体系来的 它的system已经在那边了 那么我们换了政权之后呢 其实我们跟这个体系的磨合的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 那当然一来你会面对很多的难度啦 包括说你怎样去把跟这个体系做一个结合 怎样好好的操控这个体系 好让我们所有要执行的东西都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这是我们过去一年面对比较大的挑战 那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更加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是 在我们能够好好的跟这个体系结合之后呢 要如何的让我们的马来西亚人民能够重新的相信这个体系 是我们未来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只有当人民相信了这个体系之后 这整个体系才能够操作